中光流星花 We like you and me 中光流星花 We like you and me We like you and me We like you and me 掌聲歡迎夏米亞同學 哈囉大家好 豆子哥你好 我是夏米亞 我覺得夏米亞有一點偶像包袱 真的嗎為什麼 因為你剛才就是那個問候的第一聲 就是哈囉 你的哈囉都有一個角度 你知道嗎 哈囉 真的嗎 他稍微連網稍微右一點點 哈囉 你知道嗎 這只是個電台通告而已 放輕鬆 是平時特拍太多嗎 養成了好習慣 不是 你有沒有覺得我觀察這些很莫名其妙的地方 太細心了 這樣真的是 對太細心了 對我想說因為因為人家講說最美的創作人這樣 今天終於看到廬山真面目你知道嗎 素顏比較 對啊 你現在這樣素顏 對 因為我長真眼耶 你長真眼啊 對 是因為最近生活 就是因為通告太太滿了 所以說作息有點不太正常 所以說身體有一些狀況了是不是 不知道耶 大家都在笑我說我偷看誰洗澡 倒是被 欸我前一陣子差點長真眼啊 真的喔 對啊然後我就 我就很擔心就我一定會被人家這樣講 對啊 結果後來好 好我裡家在沒有被人家這樣講 好厲害喔 然後你就沒長 我就是差一點點 然後我後來就因為就很害怕啊 我這輩子還沒長過真眼 然後那個時候就感覺有一點點那個真照了 就先去看醫生 結果後來醫生說喔還沒有還好 可以及時補救這樣 可是你已經是真眼了就對了是不是 對我開始是有點痛痛的 我也很害怕 然後我想說會不會長真眼 第二天真的就長真眼了 你算是比較衰的那個人 就真的長了這樣 對啊那像現在這一段宣傳 其實不是要就是天天上妝啊幹嘛的 那不就變很苦惱嗎 我就不化妝了 啊真的嗎 對就像現在這樣 不化妝還是一樣美 謝謝 對 真的啦 對啊 因為你不說 你不化妝我感覺不出來 因為你的氣色好好喔 謝謝 謝謝 你平常都是這麼晚睡是不是 還蠻晚睡的 喔 所以你是個夜貓族 夜貓族 對 夜間部的 夜間部的同學就對了對不對 對夜間部同學 所以創作大部分你都是在半夜的時候創作比較多 都在半夜 我覺得半夜比較有感覺耶 對啊 那白天那個攻擊堤小鳥叫的時候好像很難創作 白天睡覺感覺比較好 是好對不對 好像就是夜月生啊 然後就感覺那個沉澱的事情很多 然後就會有很多的創作靈感都來了這樣對不對 好 那個剛才在下面還沒有進來的時候呢 我就說其實這也是一個戰將級的人物好 那是有原因的 因為其實在幾年之前就是在來台灣之前 對 其實你也是從歌唱選秀節目裡面出來的是不是 對 我有參加過 因為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唱歌嘛 然後大學就跑去考音樂系 然後呢 從大一開始我就開始參加比賽了 這樣是不是 對 然後 從大一開始就立志要做個沙場戰這樣就對了 對 對 對就開始 然後 女戰神女戰神 對然後 得了一個冠軍 然後我就想說 喔 那我得冠軍了 你沒戴耳機對不對 我跟你講 得冠軍的時候我放了一個音效就是掌聲鼓勵這樣 真的嗎 不是通常演講的時候我得了一個冠軍開始掌聲鼓勵了 然後呢 我就覺得 喔我得冠軍了那從此以後 我就可以變成明星 每天好開心地唱歌 是是是是 結果沒想到我得冠軍的那一刻 就是我人生的最高點 蛤 一直等到現在 後來就一直沒有下文是不是 然後 但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寫歌啦 喔 一直到現在 嗯 公司才覺得我準備好了 是是是 對 所以說其實這中間等待的時間非常的久 非常的長 還蠻久的 那你還要能不放棄呀對不對 嗯 那個時候開始 因為我很好笑就是 我寫寫好第一首歌的時候 我就把它拿去給我身邊的朋友聽 然後身邊的朋友一聽 好像聽起來還不錯喔 是是是 我想說 原來我是可以寫歌的 然後從這首歌 所以你本來也不知道自己其實創作 還蠻有那麼一回事就對了 完全不知道 對 然後開始寫我就發現 我把它寫好了 然後呢把它變成一首完整的歌 好有動力喔 是 成就感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對 然後就開始一首接一首 一首接一首 完了中讀了 中讀了 回不去了 對不對 對 反而我們回不去了 所以你的創作面向也是快歌慢歌都有嗎 還是說在 還是說在那個時候其實慢歌抒情歌比較多這樣 都有耶 也是都有啊 對都有 輕快的慢歌 所以其實你自己就是什麼東西都是無師自通自學的就對了 包括創作這件事情 創作這件事情是 可是小時候學鋼琴 嗯 但沒有很認真的去練 現在非常非常後悔 所以現在要很努力 早知道 可是你現在很努力啊 不是嗎 我聽說你在台灣秘密訓練了三四年對不對 對 對 這一段日子應該很苦吧 其實還好耶 真的嗎 因為時間比較久啊 哇 謝謝 好阿Q有沒有 那時間比較久啊 慢慢來這樣子 對慢慢來 一切都可以慢慢來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心裡面應該很急吧 我就是 因為其實有太多人是 你知道 早就已經簽了公司了這樣子 可是就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後來 他沒消息了 也不能發片了 你回去幹老本行嘛之類的 所以我是幸運的那一個 你中間有害怕過這件事情的發生嗎 我相信你也聽過很多像類似這種故事對不對 聽過很多 但是因為這張專輯 其實是製作兩年多完成 然後我們等我們的彼岸花 MV 那國畫的MV完成 又花了一年多 所以才三年多 欸你們覺得這樣值得嗎 我的意思是 只等一首歌的音樂錄影帶 就等了一年的時間這樣子 一開始不知道會等這麼久啊 對 就想說MV出來我們應該可以發了吧這樣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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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難度真的很高 是是是是 在宣紙上畫一幅一幅的畫 嗯 然後把它做成動的 然後變成是連續的東西這樣子 對 太難了 就要一千多幅畫 是是是 那真的是 做成死人渣了 花一年都應該也不為過啦對不對 那我老闆就說 什麼時候畫好 什麼時候出片 嗯 對 那等一下 要不然那個畫家如果偷懶一點點畫 那不就延後出片嘛對不對 對啊 但他還好他很努力 他非常努力 我真的很榮幸可以遇到這個畫家 這位大師 是是是 欸等一下可是 好不容易推出了第一張的生平的專輯這樣子 嗯 然後 這麼重要的第一首音樂錄影帶裡面 沒有你自己本人的出現 你會不會覺得就是 嗯 怪怪的這樣 還是說你覺得說太好了這樣 我覺得太好了 真的嗎 對啊 讓大家看不到我 就可以focus在我的聲音上面 啊 就可以 我就可以用音樂來跟大家交朋友 是是是是 大家不用管我長什麼樣子 我這人是很壞你知道嗎 看不到應該是 又是那種 就是為了保護藝人的形象吧這樣 你看我們就開始會用這個方向想嘛 對啊 也是保護我的形象啊 呃 但是他真的很漂亮啊 謝謝 就那個是一個 山水畫是一個呈現方式沒錯啦這樣子 可是 他本人就 就我們現在看到本人就覺得說 啊 你應該要出現在那個音樂錄影帶裡面 整個搭配就太好了這樣子 我就把我自己想像成 彼岸花一開始的那朵花 是是是 對 我終於綻放了 對 很棒啊 謝謝 好OK 好 其實老師說呢 彼岸花並不是一個 挺開心的故事齁對不對 對 它是一個挺悲傷的故事這樣子 對很悲傷 呃是你朋友的故事啊 對 我把它送給我朋友 是有關生離死別嗎 有關生離死別 喔 這麼慘 我朋友他男朋友 因為心肌梗塞離開了人世 就天人勇格 就很無奈 人世無常 對 欸等一下像像碰到之後 我們都不太會安慰這種人你知道嗎 就是就你知道你可以安慰人 可是就是又 你說一些話就覺得很很怪你知道嗎 可能在那段時間 你就你就讓他自己跟去療傷去吧這樣子 我們能做的好像就只有 要不在旁邊陪 要不就是不廢話 你懂那意思嗎 對就陪他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來寫一首歌 紀念你們這段感情 欸所以說能夠 會創作實在太好你知道 就你還有另外一個方式可以送給你朋友 就教他如何安慰這樣子 對 所以對於你來說 彼岸花這首歌還蠻療傷的對不對 是療傷的 是一首療傷的歌曲 對 然後大家也從彼岸花這首歌 開始認識夏米亞 對不對 OK好 有關於夏米亞的名字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夏米亞的由來好了話 夏米亞不是你本名對不對 對 不是 你就知道我多愛台灣了這樣子 要為大家介紹夏米亞的這一張專輯 專輯的名稱就叫做 我 彼岸话 泪亮好 三生是伤 抹不去的伤 若是当初 没有奢望 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彼岸话 在开阳 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量 无息的是真还是假 至少走过 这方向 莫名的爱上 眼眶里泛黄 记忆化或衣裳而过 谁的过往 不能到大的地方 不能穿有的期望 还有什么值得等待 宿命的变化 彼岸话 泪亮好 三生是伤 抹不去的伤 若是当初 没有奢望 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彼岸话 在开阳 彼岸话 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量 无息的是真还是假 至少走过 这方向 彼岸话 彼岸话 泪亮好 三生是伤 三生是伤 抹不去的伤 若是当初 没有奢望 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彼岸话 在开阳 好 没有奢望 我在i LIKE RADIO 我是豆子 我喜欢在黑夜里和你一起闹翻整个地球 我在i LIKE RADIO I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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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radio I like,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这里是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 Midnight You and Me 我是豆子 对面做的是夏米娅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夏米娅 OK 好 那个 大家有没有觉得 就是现在我讲这个名字 其实都一切都还好 这样夏米娅 这样就觉得 好 特别都配上那个 比样花的音乐录影 但就觉得 哇 好美的一个名字 谢谢 但你知道有时候美啊 跟平常的生活 真的是只有一线之隔 对 对 怎么了 没有啊 你要讲那件事情吗 有关于你名字谐音的那件事情 你已经快要脱口而出啦 哈 夏米娅 哈 夏米娅 叫我干嘛 等一下 自己要在记者会上讲 又没人逼你 然后又要换人家说 为什么都这样叫你这样 你知道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为什么要在记者会上 讲这件事情 可是很好玩啊 记者会之后 所有人见到我都 夏米娅 你来了 没有人叫我夏米娅 可是你当初听得懂什么叫做夏米娅吗 夏米娅 你是夏米娅 对啊 我就是夏米娅 我跟你讲 他为什么会知道一点台语 是因为他在台湾住了还蛮多年的时间 对不对 你住了大概三四年的时间 对三年 有时候就是因为在准备的时候 可能就是自己会去逛一些超市啊 或是传统市场 你都会逛过 那这传统市场就破火 妈妈就会说 啊夏米娅 我这钱 对 然后就变成夏米娅这样 可是这个名字其实 夏米娅本来是 还蛮美的一个名字 是 是人家帮你精心取的 对不对 对 对 它是有特别含义的事吗 夏米娅 有没有 没有特别的含义 就是说老师有帮我算 算过比划这样 对 这名字还不错 我一听 嗯夏米娅 听起来还不错 是 而且有一种 莫名的熟悉的感觉 对对对 对 然后就 结果没想到 熟悉感是来 来自于庶民的生活 啊夏米娅 哎 手在比喻 夏米娅 是夏米娅 这是 这是那个 这是番外篇啦 好不好 就 就请大家 把那个印象 拿掉这样 对 因为 他自己在记者会上讲 我觉得太奇怪了 夏米娅也不错啦 对啊 但其实夏米娅 很好听哦 对是夏米娅 好不好 而且那个讲话 音叼这样 夏米娅 夏米娅首张 专辑唱片 我 好新鲜哦 指送不卖哦 对 指送不卖 对 有事吗 你们干嘛 追唱专辑 要指送不卖 因为其实 也不是 完全的指送不卖 要用三张发票 来就可以换到这张 专辑唱片 对 这样发票 三张发票 我们都会捐出去 但至少三张哦 那也欢迎就是越多越好 三张以上的 对 三张 因为其实所有的发票 全部都是要捐出去 做公益之用 对啊 就是你捐 你捐越多 那你除了能够得到 夏米娅的专辑唱片之外 然后你能够做越多的膳食 对 大家都来献出爱心 对 可是你自己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因为其实像 大家都等了好久的一段时间 好不容易能够出片 然后出片 那其实 换另外一种讲法 就是说 它就变成是一个制作物 就变成是一个商品 对 然后感觉好像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用钱去买 然后你才觉得有那个价值 这样子 对 然后换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 还是说其实 刚开始你也是觉得 心里面觉得怪怪的这样子 我会觉得我们公司 还有我们老板都怪怪的 是真的觉得怪怪的 这真的觉得怪怪的 但是后来 因为我 有不舒服吗 老实说 刚那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说 只送不卖 会觉得 怎么会这么怪的事情 发生在我的身上 后来他跟我讲说 是因为我之前就跟他讲说 我每个月会去 那些乖之家 或是安养院这些地方 是是是 然后他就讲说 那唱片 你能卖多少张 那我们把它全部用来做善事 不是很好 我说原来是这样好 这一点说服了你 对 我就把我的钱包先拿出来 我说自己先换十张 所以你在台湾 常常去这些地方是不是 对我会常去 为什么 这是给自己的一个 期许跟功课吗 我会觉得 因为我来之后 去那些地方之后 我觉得很感动 我会发现很多地方 有很多的义工 然后我就想说 哇这些义工 他们不求回报 那如果没有这些人 那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 他们要怎么办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超感动 而且你去超商 你去任何地方 都会看到捐发票的 那个小统子 对对对对 对而且常常都是满的 我觉得哇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 没办法做一些 很大的事情 对或是我们觉得说 做那些好事 感觉好像很害羞 特别是人家当面 要叫你捐钱的时候 就觉得好拍谁这样子 对对对对 可是这种就很随手的事情 我觉得好好 就非常感动 对了那就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你只要在 现在电子发票 不太好捐对不对 你只要跟 就是柜台说 919 就可以直接把你的电子发票 存 就直接捐去创世基金会了 就直接捐到创世基金会去了 OK好 就是跟柜台说 919 对不对 然后就直接 OKOK 就可以捐到那边去了 非常随手的一件小事情 对对对 你连捐都不用捐 你就是919 对 完成 对对对对 轻松方便 愉快 哎呦喂 其实 其实你知道像是 对啦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知道 就是死老百姓 都会觉得说 唱片不卖 就觉得好像 这个歌手没什么价值 错啊 人生的价值 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向 这样子 这样做好事 然后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更有意义 然后也是能够 会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会感觉 有成就感 对 然后大家 我就想说 大家拿到我这张专辑 你听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说 哇 我是用爱心换来的 是是是 歌都更好听了呢 这倒也是啦 你很会卖专辑 对 是歌 你刚好觉得 她的购物专家的意思吗 啊真的吗 因为那 MOMO看太多吗 对不对 哦 专辑就更好听了呢 对 好 不过其实你知道 这也难得 因为老实说 你们都觉得说 好像现在的 那个音乐市场 觉得不是很景气 这样子 对不对 可是 但是大家厮杀的程度 还是很激烈 不得不说 你看了 你现在唱片上 虽然是少 可是 同样摆在唱片架上 它都是商品 然后都是要比销售量的 这样子 能够从这样的一个 销售模式当中 跳出来的 而且是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又能够让我们听到 很棒的音乐 然后又能够让我们认识到 一个很棒的创作人 然后又能够让我们看到 很花成本的一个 很精致的音乐录影带 这个是另外一个 很不一样的操作模式 这样子 对 OK 好 那你也觉得 非常的有意义 这样子 然后跟台湾的朋友 一起来分享这样子 谢谢夏明 谢谢 人美 什么事都美 谢谢 是不是掌尊眼 还是很美 一定会去看医生 让他 你必须要 必须要 一定要了 女艺人会比较麻烦一些些 因为那个眼妆 要上得比较仔细 然后就势必 可能你稍稍的 有些时候 卸妆卸得不好的时候 他就会残留 然后就变成真眼 这样子 好不好 祝你早日康复 谢谢 OK 好 其实下面 在这张专辑里面 做了很多歌曲 那当然其实 有一些歌曲的风格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这样子 譬如像现在我们听到 这首歌叫做 未完待续 对 未完待续 未完待续是一个 你觉得感觉好像听前奏 会有一点诡异的歌曲 但它戏剧感非常的够 非常精彩的一首歌 对 在里面我一个人分射两脚 有没有 对 那前面半段就是 我在白天 整个人很困 很想睡觉 对 就很无精打采的样子 然后呢 到后半段 我突然到了晚上 进入梦乡 然后我身边的一切都活起来了 是是是 哪怕是Hello Kitty 它可以跳起来跟我玩 对 我就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 这是等于是一个 夜间的狂想曲 对 夜间狂想曲 对不对 白天就跟死人一样 对 然后歌词我也是写得很奇妙 对 比较天马行空 天马行空 可是很好玩的一首歌曲 对 对 OK 你就来看看这个人精神分 这个人就是一人分射两脚 它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歌曲 以演唱来说 其实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但很好玩 这首歌就叫做 未完待续 希望大家喜欢 还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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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不流声过去 却不流声过去 这次呼吸 突然想起 未完整的梦境 为你写的那个旋律 只要你聆听 就算胡思乱语 接下着梦境 接下着梦境 还继续 I like 中光 流星王 大会报告 明明在访问来宾 还是什么大会报告 是有正事 对不对 有关曲目的问题 对 对 有关曲目的问题 这个要跟大家说声 比较不好意思 对 但是现在提醒大家 也不算晚 对 对不对 OK 好 其实专辑里面 有两首歌曲的曲目 跟制作物是颠倒的 对不对 这可以提醒大家吧 对不对 日记跟美丽之外 这两首 如果那个 因为你那个 如果拿到专辑的话 第六首歌是美丽之外 第七首歌是日记 可是这两首 它在CD里面 是相反的 对不对 你听到第六首才是日记 你听到第七首 才是美丽之外才对 对 对不对 OK 好 这个下次我们会更注意的 不好意思 大家来打我 麻烦 大家来打我 不要打我 对 豆子哥你太好了 好谢谢 谢谢大家 你还好吗 还好没长睁眼 好啦好啦 长睁眼很漂亮 好漂亮 吓死人了这样 好 其实在这张传辑里面呢 我觉得有一首歌 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下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 它在这个台湾这三四 等一下 在台湾这三四年 你觉得好玩吗 虽然说是处于一个训练的状态 这样子 但是你觉得在台湾生活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哇 我觉得在台湾生活 现在对我来说 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 真的吗 对 因为真的太方便了 刚开始来到台北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其实还是需要 花一些时间去适应 因为它毕竟跟安徽 太不一样了 对不对 不太需要 因为只要满足我对吃的需要 这地方就是好地方 你不是出道了吗 不是女乐人要稍微注重一下身材吗 你现在没什么在忌口 是不是 我没在忌口 昨天吃了草莓派 好可恨的一个人 天哪 重点是我身边 做了一个很怕胖的干妈 然后她还跟我讲说 我这一份也给你吃啦 你不会胖啦 你是吃不胖的那种人是不是 对 体质 多少女生或多少想要减肥的人 听到这一句话气死了啊 可是我会长睁眼 长睁眼只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意外 我应该15年没长过吧 你以前长过啊 以前没有耶 我只随便讲一个15年就表示很久 所以也可以说800年 她上次长睁眼的时候是在康熙的时候 对 或是应该明朝崇祯皇帝的时候吧 没有啦 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因为其实最近这段时间 由于上通告的关系 上妆啊 或是作息不正常啊 你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下 那当然其实这个 我觉得能吃就是福 可是 可是你真的是不在意这一点就对了 对不对 没有在意 像我专辑里面有一首歌 我就是写给草莓的 专辑有一首歌写给草莓啊 对写给草莓 叫做是 叫是我 哦叫是 是我写给草莓 写给草莓的 真的假的为什么 对 里面有一句话叫 新鲜太脆弱经不起挥霍 大家一定想说 它不过就是个草莓而已 那是一段感情 对啊 我有天在家吃草莓 吃一半忘记放冰箱 然后呢 都坏掉 我就很气 新鲜太脆弱经不起挥霍 我觉得你再下去会变邪心耶 真的吗 我是认真的耶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 哦 说认真的 然后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感情就跟草莓很像 就新鲜感那么脆弱 是 经不起挥霍 是 有没有回来一点 有一点点 有那么一点点这样 哦 所以是真的从草莓派开始就对了 不是草莓派 还是真正一颗一颗草莓 草莓对不对 对 那个叫什么 新鲜太脆弱 经不起挥霍 经不起挥霍 对 所以你 你其实 平常的那个生活还蛮易感的 对不对 就是看到什么事情 就是感触会马上就来就对 我会 不管喜怒哀乐都是吗 嗯 悲伤比较会一点 是哦 所以机会不多 因为太容易开心了 可是 可是你看到人应该是属于人来风的那种人吧 对不对 算 但是关起房门来一个人的时候又可以马上沉下去就对了 对会很安静 你比较没有中间纸 对不对 比较没有耶 对不对 要不就是看到人好开心的 他这样子我在上你节目 哈哈哈哈 我讲这个你看 这样 我哪有这样 净乎是吧 对不对 没有 然后关起房门来创作的时候又开始 对就会比较安静 新鲜太脆弱这样 对不对 对 你属于还蛮文组组面相的人还蛮强的就对了 对不对 但是要逗乐你其实也很开心 对不对 对很容易 所以你们这种人来上我节目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真的很好 我们其实也没说什么 然后你们只是看到我们表情 就很开心 就顶多比较夸张一点点 就觉得好好玩 那豆子哥呢 对不对 是真的啊 好了啦 我没讲真言的好不好 哈哈哈哈 豆子哥 哈哈哈哈 我可以先把这首歌听完吧 好 是我 写给草莓的一首歌 是我 心弦太脆弱 经不起挥霍 是我 勾不到你的手 学会长大了 不用担心我 我 是我 是我不可爱犯的错 心弦太脆弱 经不起挥霍 是我勾不到你的手 学会挣大了 不用担心我 不可爱犯的错 是我勾不到你的手 学会挣大了 不用担心我 终于我找回了快乐 我会好好的 我长大了 写给草莓的一首歌曲 就叫做是我 心弦太脆弱 经不起挥霍 好深沉哦 我们是怎么了 你平常讲话也是这样吗 没有 提早收工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这样很会打自己吧 提早收工就赶快回家就好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你有事吗 对啊 不会 OK好 你现在听到这首歌 其实很妙的一首歌曲 那这首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都不陌生 可是对你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新鲜的尝试 因为其实本来这首歌 它是一个比较中版的歌曲 可是在这次你把它变成是摇滚版 对不对 而且是台语歌曲 对 你为什么要在专辑当中放一首台语歌曲 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 然后看到歌词 我会觉得说就是它了 真的吗 对 你是以前就听过这首歌 以前有听过 可是我没有仔细去看那个歌词 我只觉得这首歌还不错 我可以听一下这样 这首歌在内地到底算红吗 老实说 应该不多 因为其实语言的关系嘛 对 对不对 因为它是闽南语 大家只会去听了旋律 听不太懂意思 可是后来你就真的好好的 就看了一下 对 看一下歌词 这样子 你就觉得 对 像歌词里面讲的啊 台北不是我的家 但是你看我就是音乐梦想 在台北起步 是是是 对 我会觉得说 哇 然后歌词里面又讲 听人说什么好看 都在家 对 在我从小我就觉得 我听的歌 然后我看的偶像剧 都是台湾的 OK 都台产 所以我来到台湾 对 都台产 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可是感觉陌生又熟悉 是是是 所以我唱这首歌 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 意义非常的重大 对 我就一直跟自己讲说 什么呀 什么都不货 都不货 谢谢 谢谢 可是 不必是女孩子家 你知道哦 就是 就是要远离家乡 然后你要到一个未知的城市去 虽然说你感觉好像很熟悉 但毕竟不是故乡 你懂那意思吗 就是说 可能也会想家 然后可能有些时候 也会觉得有些低潮这样子 你那个时候是真的下了很大的勇气 就是决定要抛开一切 然后到台湾来发展 什么都不怕 可是都没有任何的舍不得吗 会 但其实我是两边跑啦 我只要想爸爸妈妈了 我就会回去 对 爸爸妈妈也都来台湾看我 有来过了是不是 有 所以说其实还好这样子 可是真的要去实现的那一刻 其实是兴奋 但是其实也有害怕 对不对 会 因为你不知道 到底这一局是输还是赢啊 对 会紧张 你懂那意思吗 对 记者会要上台的前 前半天吧 整个都在紧张 对 然后全身冰冷这样 可是当热幕掉下来的时候 开始唱歌了 开始弹琴 忘记了 OK 对 你们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感觉好像 什么事情 譬如说记者会还没来的时候 不相信是真的这样子 对 然后还没上通告之前 不相信这是真的这样子 对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相信才是真的呢 要打你们两巴掌 对啊 这是真的 打醒啊 你们很努力啊 对 那 其实老实说啦 就是没有多少人有这种 抛家气质 泡家气质 泡家气质 泡家气质的勇气 你懂那意思 特别是这么远的一个地方 而且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这一去 它到底是结果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但其实现在看起来 感觉是一切是新的开始 对 是好的开始 可就希望这样的热情 或是这样的运气 能够继续持续的下去 然后也让不管是台湾的朋友也好 或是所有华人地区的朋友也好 能够更认识夏米亚的音乐 夏米亚的创作 这样的辛苦也就不白费了 对 是值得 对 而且搭飞机一个多小时而已啦 我会觉得 虽然那个向前走歌里面讲说 台北车站要到了 我是搭飞机来的 松山机场要到了 对 其实是一样 对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对 来到这里 所以说现在还是常回安徽去 对 还是常回安徽去 这样就两边跑就对 对 对不对 OK好 不过其实相信这一切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 在台湾秘密训练了四年 如今终于要开始发光发热了 恭喜 谢谢 我最后来听这首歌好不好 好 好 中全驾 那大家呢 如果想要关注到夏米亚的一些 最新的动态 你有什么东西 你有脸书对不对 对 大家可以来我的Facebook按赞 然后呢 就可以免费下载我的十首歌 对 然后从四月份开始呢 我们就会开始发票换专辑的这件事情 是是是 然后我也都会po在我的FB上 了解了解 还有新浪微博 大家都可以来 去关注 对 对对对 OK好 不管是她脸书粉丝团 或是她的这个微博 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夏米亚这样子 然后到时候能够发票换这个专辑的时候 然后她会在这上面跟大家说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如何拥有这张质感非常好的专辑这样子 对 预祝你在台湾有非常好的这个发片的经验 然后也希望你能够越来越爱台湾好不好 好 谢谢 再次的谢谢夏米亚同学很胖的一个创作人 而且很美哦好不好 就是 睁眼不影响她的美 谢谢豆子哥 再错一次 这主神好坏 谢谢夏米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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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像我是爱嘴迷茫的云章 不管路好路是自己走 后再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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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 take me 后再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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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一步一步 真像电影 在自己当作是路主角 来过 环游苏海 户比是消费者 不管是由地还是无关 希望若安穿自己就来到 万两富豪的藏价 倘我狗少年我快来打招 红彩尾巴 好 什么风景 好 再回吧 好 向前走 我走 赶吧 赶多茶道啊河沦 seller 迪路持狠狠 超鸽筋路持 太精神 変態態茅畳道 我演呅說 給希望龍鬼抵 踞踞踞踞踞 笑顔老大沙 不再一段我才出我这款的农业 以前听人唱 台北不是我的家 但是我这边吧 都没尴尬 啊 再回吧 哦 下面我走 哦 再回吧 哦 都没尴尬